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個星期有過去,但首先要說聲 不好意思,因為正職工作過了年後都很忙 所以今期內容會比較短 雖然說真的,我又想過星期三是停巾一次 但新一年果然想做到就算內容精簡一點 都要保持到每週兩巾,不可以輕易放棄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逢星期又會推出Xport週報專講遊戲新聞和專題 逢星期三就會推出Xport遊戲人生 專介介紹Gamepass的遊戲和潛力新作 而今次就是週報和遊戲人生的合併版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立即開始我們一週簡報的時間 劣士Game,這間曾經參與過APEX和Destroy All Star開發工作的工作室 現在就幫著倒冊之海的開發了 推測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上年倒冊之海PVE的更新內容比例遠高於PVP 所以今年就會放回多些資源在PVP相關的更新 另一個原因我相信就是因為倒冊之海都第五年是一個平穩期 那是時候比更多RAR本身的工作人員可以調去一些新的Project 或者Everwild也好,救火也好 然後一會兒就會介紹 Day1 Game Pass的最新第一方作品 Hi-Fi Watch 推出三天就已經在Steam上以總共1257則的評論 在Steam上取得了押稿性好評 是Steam上最高評價的階級來的 什麼?為什麼不看Meter Credit的用戶評分? 因為推出的時候是9.2分 但現在已經開始有些拆0分的大軍 不一定買過或者玩過的人都可以評論 那又有什麼參考價值呢? Export的開發人員展示會就圓滿結束了 同時他們也分享了已經準備在暑假LA舉行的展示會 分享更多之後會有的作品 那這個大概就是指EV當期回歸之後的實體展覽 而這個才是新作品的發佈會 當然微軟自己也還有為Starville獨立出來的展示會 也都預計會在之後的時間加插更多同類型的開發者展示會 用來介紹多些已經公佈了的遊戲細節 而在微軟最新一季的季跡裏面 微軟CEO就透露了Game Pass由創新高 令到Export的今季每月活躍用戶人數高達1億2千萬 不過同時Export遊戲和硬體銷售都下跌了 所以2023年配合本家的陣容 還會是Export關鍵的一年來的 製作戰取黑潮的Fash沙工作室 中文是不是要液肥沙工作室呢? Zunbo就會延期季度更新的內容和Export主機版本的推出日期 原因就是為了先集中處理已經推出的PC版本 收到的大量眾多還價的意見 話說意見 當然Steam上你就可以見到其實它的評價就是大多負評價 大多數都是因為閃退和優化等等的問題 與其強行推出一個主機版 那就真的做好優化才推出 我自己對於延期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因為Game Pass真的太多遊戲我都未玩得完 之後就是一些Game Pass新公佈的遊戲 這次新公佈總算是打破了之前大家擔心 一個月會不會變得只有一次更新的兒女 Golden Eye 007 雖然我理解很多人心裡 這一款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 不過我就真的覺得它是一款懷舊的經典 情懷大於體驗的 Wobo Quiz是一款仍然在preview階段的 單人或者二人合作FPS作品 內容真的比較少些 但遊戲性都OK的 是一隻快節奏的Wolf Light射擊遊戲 世紀大國2決定版主機版 之前先介紹完所以沒什麼好說 經典童年回憶但我更加想要是世紀大國4 神不談兵之前都說過 是由中世紀文人之間的小遊戲 演變出來的惡搞策略遊戲 遊戲機制紮實 充滿著混亂、隨機、瘋狂的平面戰棋對決 是一隻幾期待也都幾推介一試的作品 《Jojo 奇妙冒險 行星之戰 重製版》 是一隻知名萬改遊戲的強化版 今次收錄了一共五十名 由第一部到第八部的角色 亦都強化了畫質 因為本身已經很盈棍的宣染和替身戰鬥風格 無論你是Jojo迷還是格鬥迷都會適合這隻作品 然後這一款又是一款離開了之後又重新回來的作品 是一隻高質的Wolf Light回合制戰鬥遊戲 遊戲難度很高、氣氛很壓抑、沒有希望 只是得絕望 即是如果你人生覺得太幸福 或者是一隻自虐狂的話 那你都可以試一下這款作品 然後是Hawkville Unleashed的Game of the Year版本 是經典玩具遊戲法的賽車遊戲 可以在遊戲中用那些玩具車實際唱由不同誇張的賽道、操作、畫面、難度挑戰性等等 水平都是不錯的 更加重要是童年回憶 而Game Pass有的是年度版已經包了三個組合包、三個車Pass和三個擴展內容 總共多了四十九款車和十個賽道的建築模組 內容豐富度是爆燈的 當然壓軸就是近期Game Pass極高人氣的壓倒性好評作品 Hi-Fi Wash I'm here baby Who are you talking to? 很多人見到音樂節奏遊戲就會怕 怕玩不行 不過Hi-Fi Wash就應該是我見到最親民、最鼓勵新手的節奏遊戲來的 什麼?你節奏感不夠好? 不要緊的 背景的物品會跟著節奏一起擺動 直接多面出貓給你看 背景太過豐富跟不上? 不要緊的,你還可以直接在下方設一個節奏條出來 看著來按都可以 邊戰鬥邊看,搞不點 不要緊的 簡單模式和單節奏模式都給你 是完完全全為新手設想到很周到的這款遊戲 不過只是這樣說 不代表這遊戲是沒有挑戰的 相反,它配合節奏去連擊和迴避的系統 難度、爽快度和滿足度的上限都是很高的 節奏明明是很簡單 但連擊的時機和組類就可以很多變 然後你以為打好你自己的節奏就可以 錯了,敵人都會跟著節奏來打 所以如果你是節奏高手在找Key戰 這遊戲的上限絕對是適合你的 BOSS戰更加不用說 不單是人切、諸式、很有特色 部分BOSS的玩法更加是很自然地變了第二款遊戲 畫風是走美式、漫畫風格 但其實細節都是很多日系情懷 日美混合就正正是這作品獨特的地方 這作品最令我煩惱的地方 就是怎樣選擇 英配還是日配呢 英文配音感覺就是跟畫面動作比較配合 但日文的配音是有自安無人 那究竟怎樣選擇 音樂就自然不用說 自然融合在玩家的遊戲中 更加會跟玩家連擊打擊的音效相應成親 都不知道製作團隊在這方面 究竟下了多少功夫才可以做到這樣 把音樂、節奏、工作遊戲完美結合 正正是這作品成功的最大原因 始終這一刻我還未爆機 所以劇情方面就不是太好評論 但我覺得製作團隊能夠打破外界 對於Tangle Game的固有印象和質疑 因為始終鬼線東京就真的評價一般 製作出一款這麼特別 同時滿足到不同玩家的作品 是值得表揚的 毫無疑問 Hi-Fi Watch 裏面的各種系統、設定和細節 絕對會成為同類遊戲新的標桿和參考對峻 所以還等?快點下來玩一下吧 以上就是XBOX遊戲人生的全部內容 大家在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會怎樣選擇配音呢? 不妨都在投票和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那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我的影片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搶先看 那今期的XBOX遊戲人生就去到這裏 就這樣,拜拜